大家好 我是Tim哥 剛剛在凌晨三點 蘋果春季發表會 第一場2022發表會已經結束了 我們現在看手機 iPhone 13系列有出一個全新的新色 iPhone 13 Pro跟iPhone 13 Pro Max 鬆嶺青色 iPhone 13跟iPhone 13 mini是一樣 它是出綠色 然後一樣都是玻璃被蓋 然後搭載iOS最新版的15.4 也就是直接可以戴口罩做解鎖 3月11號晚上9點預購 3月18正式開賣 再來最便宜的iPhone 13 終於誕生了 A15的仿生晶片 6核CPU 4核GPU跟iPhone 13一樣的晶片 玻璃被蓋 IP67防水防塵 Touch ID指紋解鎖 然後它這次續航力會有提升 到時候我們再實測給大家看 最便宜的5G 然後主鏡頭1200畫素 3月11號晚上9點預購 3月18正式開賣 有三色 五夜色 星光色跟紅色 那價格是64GB 13,900 128GB是15,500 256GB是19,000 全新的iPad Air 5 M1晶片 8核的CPU 電影元件一樣 結合了指紋解鎖 Liquid Retina 10.9層LED 380萬像素 P3廣色與500尼特的亮度 前鏡頭1000的玩意畫素 支援人物居中 然後也支援巧控鍵盤 Apple Pencil第二代 USB-C連接布 比上一代速度提升兩倍 數據傳輸了每秒10Gbps 那一樣有12345 五款顏色 其中就是有一個全新的藍色 兩個容量 64GB 17,900起 256GB 22,900起 全新晶片 M1 Ultra 20核的CPU 64核的GPU 128G RAM 5nm的製程 放在什麼地方? Mac Studio 它有M1 Max的最高64GB的RAM 那當然你也可以搭載M1 Ultra的最高128GB的RAM 那寬的7.7吋高3.7吋 最高的容量可以達到的8TB 那後面的輸出鋪的部分 有4個 SoundTable 然後USB-C 然後網路孔 然後有電源孔 兩個USB-A 然後一個HDMI 3.5的耳機孔 還有前面也有兩個USB-C 價格是59900元的台幣 那如果它另外一個 如果是M1 Ultra的話 是119900元台幣 再來最後一個是Studio Display 27吋5K螢幕 三種不同的支架 600尼特的亮度 A13的仿真晶片 1600萬畫素的鏡頭 支援人物居中 有6顆喇叭 4顆低音單元 2顆高音單元 支援空間音訊 3個USB-C 然後有Sunterboard的接孔 最多可以連接三台Studio Display 那價格是1599美金 也就是台幣45900元 900元起 好那平板跟Mac 還有這次最後的Studio Display 這三個 臺灣的發售時間 可能要之後 那另外的手機的部分 下週五就正式開拍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懶人包 接著 6個 訊貼 9個 8個 10個 11個 99個 9個 5個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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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個 10個 11個 11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